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585集 周队长 你说上头不会叫我们一直抓走私吧 这也没听说过 谁到陆军学院进修要一直抓走私的 这种进修方式简直前所未有 学员们现在叫周成是周队长 哪怕周成的职务就是个营长 一些人则是副团级团级干部 周成的本事不在职务上 他当时的准确判断 让整个战局都在掌控中 稍微急促点就会惊动那条大鱼 不够细心则会让大鱼伪装成猎人 蒙混过去 那艘伪装成海警的船 可是携带了大量的枪械 如果没有事前的提防 仓促中对方冷不防攻击 徐元大队这边绝对会损伤惨重 周成这个副队长在行动结束后 就自动卸任了 别人还叫他队长 是对他的认可 周成对战局判断准确 大胆细心 不是啥单兵王 是标准的指挥官 关键时候 还能挡在部下的面前 那颗子弹 差一点点 就打中周成的腿大动脉了 这样的行事风格 真的容易叫部队的人服气 哪怕大家和周成是平级的 信任周成的判断 才会不自觉询问周成 眼巴巴的等着周成解答呢 我也不知道 周成没有乱说 心里有猜测 可在没有真正接到命令前 他也不会对外说 周成在战场上学到最有用的 不是射击 也不是战术理论 而是谨慎 他的性格 当然不是个愿意受拘束的 不然也不会去倒腾香烟 但战场上危机四伏 战局瞬息万变 周成要是不够谨慎 丢掉的可不仅是自己的命 还有别人的命 从周成嘴里挖不出更多的东西 学员也不知道该失望还是欣慰 周成不是张嘴乱说的那种人呢 大家对彭成还是挺好奇的 可惜上头不会放一群学员 在特区乱逛 这里的走私同样猖獗 所有人的行踪都要保密 驻扎的地方都是特别偏僻 就像到民省时一样 趁着夜色扎营 海风咸咸的 没见过大海的 第一次见会激动 在海边扎营也能很有趣 那是电影里拍的 海风扑面 谁说南方的冬天不冷 周成想她媳妇了 这要是一直在外面打游击 她媳妇去陆军学员看她 岂不是要扑个空 现在又不能和京成联系 不仅是周成 而是所有学员 腿上的伤口又痒又疼 那是伤口在浴河中 周成临时带出来的两包烟 早被学员给分完了 现在想起小兰 她就想抽根烟 冷静一下 却连个烟屁股都捡不到 周成 你过来一下 周成这次是立了功的 在部队没有人会抗拒立功 刚才和周成说话的学员 自己没弄眼的 因为周成是被叫过去表扬的 周成走到帐篷里 等着她的是两张严肃的脸 周成 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希望你诚实回答 周成感觉到气氛的异样 你是怎么判断出 那艘船是走私团伙伪装的 你是否知道 如果自己判断失误 走私船就会跑多很多 在已经将走私船控制的前提下 为何还会有人跳海逃走 这些问题都不对劲 周成只能实话实说 对方终于抛出来最后一个问题 将一份资料放在桌子上 潘宝华你认识吧 资料有好几页 贴着一张黑白小照片 照片的潘宝华显得有些憨厚 眼睛上恐怖的疤还没有 一个人的个人经历 能被部队写成几页纸 这个人在某方面来说 是极为成功的 周成不能迟疑 敬礼回答 报告 这是 这是我曾经的战友 只是曾经的战友吗 潘宝华违反军纪退伍后 你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而他纠结了一群同样的退伍兵 盘踞在民省和东南亚之间 我们怀疑他也在从事走私活动 周成抿着唇 这是怀疑他和潘三哥两人 相互交换情报 他把药扫到民省走私的情报 传递给潘三 让潘三的人避开这次围剿 潘三则为他提供走私的内部消息 好让他立大功 要不是场合不对啊 周成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这逻辑居然无懈可击 就是潘三不可能在民省干走私 他干的活是在刀口讨生活 潘三不是为自己 还为一群退伍的兄弟 还有那时死在战场上 没能回来的战友 有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抚慰金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长远该咋办呢 人没死 重度伤残的呢 周成缓缓摇头 潘宝华同志 退伍前是一名优秀的军人 退伍后也不会在我国领土上 从事违法乱纪的走私活动 我事前没有得到 潘宝华同志的情报 就此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 资料又被合上 严肃的表情 没有丝毫缓和 周成 审查结束前 你不得和外界联系 下一次行动 你将不被允许参与 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配合我们的审查工作 什么时候才审查完 这个可说不好 夏小兰出了院子 就打了个喷嚏 余奶奶说 要烧去屋里的潮气 这两天的煤炭烧得特别旺 屋里和室外的温差大 夏小兰莫名有点心神不宁 她没有时间细想 汤红恩到了 大白天的 汤红恩本来可以低调点 想想 还是让小王开车来 这院子 以后就是夏小兰和刘芬住 母女俩是外来户 又是两个女同志 让附近的邻居猜测 他们有背景 也比有人想动念头 欺负他们是外地人强 汤红恩一大早和小王 取花式挑了几盆花 算是祝贺夏小兰和刘芬母女俩 有心居之喜 进了屋就暖哄哄的 饭菜都是刘芬做的 也不是啥大厨手艺 都是些玉南的家常菜 汤红恩在玉南待了不少年头 口味上很适应玉南菜 有人说 玉南菜上不了台面 汤红恩没那么多讲究 吃着让人舒服的饭菜 就是好的 鸡雅是不会做饭的 两人浓情蜜意的时候 季雅尝试过给汤红恩做饭 却差点没把厨房烧掉 夫妻俩后来都吃单位食堂了 汤红恩走进屋 看着桌上摆着的菜 刘芬腰上的围裙都没解 就觉得这一幕挺有家的感觉 汤先生 您快坐下 还有一个菜 马上就能吃饭了 刘芬腰也没想到 汤红恩来得这么早 还搬了几盆花来 夏小兰还没凑上钱呢 玉奶奶把她扯到厨房 走 剩下的一道菜你来做 啊 就她做菜那味道 老太太是不是说错了 老太太 吃 忘arat 给 双 知道 不 贝 不好 事情